人生充满了选择 买车也是一样 我希望我的车足够有格调 足够高效 最好能有点科技感 最重要的是 它要让我这样的年轻人 看起来更成熟一点 谁说的 年轻就要活得放肆 就要享受激情 我希望我的车 首先它必须得有运动感 然后用起来必须得智能 最重要的是 得跟我一样 快 像你一样快 那是好词吗 我说的是动力 这车呀 开着必须得让年轻人有点激情 咋的也不服崩一下啊 崩你呀 你好意思 我这动力参数 150千瓦300牛 你那300千瓦660牛 你好意思跟我俩崩 你要崩也可以 你按我的方法来 咱从打开车门咱就开始 然后呢 车内空调调到23度 再用蓝牙放手搁 搁声一响 咱就出发 看谁闲到终点 来不来 我发现啊 你这比不过就开始玩了呀 行啊 那今儿啊 就让你体验体验什么叫绝望 不信哪 哥 我发现了 好 这么快 我还动中电了 我追回来了 拜拜 怎么样怎么样 就问问你怎么样 就算我的触控 没有你的实体按键方便 我让你先跑 你还是得输 我这车四驱 起步完全没有打滑 整个动作非常的干脆利落 你就看看最后的数据 4.81秒 就问还有谁 不光是加速不行 你刹车也不行 对不对 我这35米 那不比你强多了呀 你说刹车呀 是我这前后215的静音胎 抓地力确实不太行 但是我这38米多的刹车距离 算是说得过去吧 你说加速的时候 也是这个胎的锅 我把ESP关了之后 胎也会打滑三次 你说这就很不好了 性能我肯定比不过你了 但有一点肯定我冒你 马克莱文森音响 你肯定包是 我呀就最烦你们这些人 一天天马克莱文森 马克莱文森 今儿啊 咱就来一盲评 看看你们这些人 能不能听出区别 走 先下一盲评 先下一盲评 哈中国人 恶乃 但我还说 你 这两句 隐瞒 你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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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思念 从此人更黄 怎么了 家伟 我觉得我的第二台车比较好 因为鼓声一出来的时候 浑身是数码 然后人声在意出来的时候 和鼓声层次感分明 特别棒 除此之外 我还得补充一点 我听的第二台车 它的所有的方位 这个乐器的方位 都很分明 我一坐在这儿 我就能感觉人 离我很近 那个人声离我很近 所以我突然感觉 咱俩第二台车 保不齐是一台车 你的第二台车是雷克萨斯 那我的也是雷克萨斯 那这一趴就算你赢呗 那很明确 其实我觉得 这音响只能算是加分项 你别忘了 它俩是电动车 续航才是硬道理 那我肯定比你强 我这官方标定420 比你400强多了 就开始音响比不过 就比续航呗 那干嘛 那我告诉你 你官方的续航 它不一定准 咱今天就来比比谁准 谁的单位能耗低 怎么样 行了 一会儿你就跟我走 我选那条路呢 有城市的道路 有山路 还有高速公路 很全面 咱出发 走 借着测续航的这段时间呢 来跟大家说一下 它的驾驶感受 这台车开起来呀 就是非常典型的欧洲车的感觉 特别是它的这个刹车的部分 首先呢 刹车它的脚感还是比较扎实的 再一个呢 它的行程比较短 方便大家去精确的控制 再来说一下它的悬架 悬架整体给人的感觉 是非常硬朗的 特别是在弯道中 它的侧向支撑呢 是比较足的 再一个呢 它的路感回馈 非常的清晰 并且这台车 采用了前235后 255的一个 背耐力P0的轮胎 这一切都能够让你感受到 这台车都是一个偏向运动的调教 但是悬挂调的硬也有缺点 就是这台车你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 有非常多的余震传递到车厢当中 悬挂虽说调的硬 但是呢 它的头段却比较软 也就是说这台车在急加速或者刹车的时候 抬头和点头的现象还是非常严重的 还有一个缺点呢 就是这台车 它的风噪和胎噪实在是控制的不好 这都非常影响它的行驶质感 那么说到质感 我觉得我开的这款车要比 家伟那车高出一个level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你可以感觉得到 整个车厢的这个NVH氛围非常非常的好 很速静 在中低速的时候呢 几乎没有什么噪音传递到车厢里面的 只有在高速的时候 会有一些风噪和胎噪慢慢的浮现出来 那么它的底盘质感呢 其实也很优秀也很豪华 在过一些细碎的小电波的时候 它都可以很好的去过滤掉 打一个比方吧 就像家伟那车 它有点像牛皮糖的感觉 很韧 很有嚼劲 但是呢 很费牙口 开雷克萨斯的感觉呢 就像吃棉花糖 软软的绵绵的 而且这种忽悠忽悠的感觉 非常非常的有高级感 但是我也想吐槽一下 首先就是这款车的刹车呢 我觉得行程有点过于的长了 并且力度也不是很线性 所以说不太好控制啊 然后就是它扭矩转向 还有这个轮胎打滑的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前驱车嘛 所以当你电门给的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这个ESP就会频繁的去介入 并且呢 扭矩转向的问题就是说什么呢 我这个方向盘总会跟我的手较劲 这点我是非常不喜欢的 最后 两车在车上乘坐一人 空调23度 关闭动能回收模式的情况下 均行驶147公里 沃尔沃XC40 Recharge 开始测试时表显续航里程350公里 结束测试时剩余续航里程180公里 消耗170公里 平均时速48公里 百公里能耗18.6千瓦时 雷克萨斯UX300E 初始剩余续航里程数356公里 结束剩余续航里程数为209公里 消耗147公里 百公里能耗14.9千瓦时 平均时速44公里 怎么样家伟 看来我这车 它能耗更低 并且续航里程数也更准 主要是我这车 胎宽还有四驱 我觉得能耗比你高一点 也可以理解 关键是我这车有一个什么bug 你知道吗 就剩余续航里程数 它只有十位数的变化 没有各位数的变化 所以说它有误差 行 那咱接下来咱逼逼什么 在40分钟时间之内 看看谁能获得更多的续航里程 看谁充电快 也就是说 然后呢 看谁更经济实惠 行 走 经过40分钟充电之后 沃尔沃XC40 Recharge 充入23.4度电 续航里程增加140公里 雷克萨斯UX300E 充入19.9度电 续航里程增加147公里 这么看来 在单位充电时间内 虽然沃尔沃XC40的充电速度快 但是雷克萨斯UX300E 获得了更多的续航里程 咱俩呢 也测一天了 虽然各有长短 但我还是觉得我赢了 咋说呢 价格我就比你便宜10万块钱了 还说啥呀 你价格便宜10万就赢了 那可不 那不对呀 我这整理的质感 一S方向盘 ROC挡半 你就比不了 那我那中空大屏比你大呀 车机系统也比你好使呀 就导航这一块来说 我里面有一个圈 它就显示你当前续航 能够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如果你的目的地超出了这个范围 它还可以给你规划充电站 方便不 这确实方便 但你说的都没有用 贵是贵 我还是买它 咱俩呢 也别争了 我跟你讲 这两台车这么说 如果呢 您要是想选择一台个性运动快的车 那您就选它 如果呢 您要是想选择一台 有质感开着舒服的车 那您就选它 你这话说绝对没毛病 并且啊 这两天我一直在琢磨一个事 你说这些传统车系 造出来的电动车 又比新势力强在哪 我觉得啊 首先就是它的品牌价值 那么其次呢 这两台车上手 没有任何难度 如果你家里恰好有台沃尔沃 或者雷克萨斯 你再买这两台车的话 那你就没有任何的协议成本了 对没错 并且这两台车 它的续航确实是非常的准 这也是我们俩呢 实测得出来的结论 如果是您的话 您怎么选 我们评论区见 拜拜